新闻近日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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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首先我們來關注 中國國家主席金平 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致慰問店 那相關話題呢 節目當中特別請到 時評論員更新先生 做進一步的分析和點評 好 跟現在特朗普確診之後 各方領導人都向他質問問店 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同樣也向他質問問店 如何來看目前這個病毒 對於中美來說 共同應對都是共同的敵人 如何來看現在目前的局勢 這個特朗普夫婦染病 這是我們大家的一個悲劇 世界最強的大國 最自信的大國 那麼也是最強最自信的總統了 因為特朗普的個人性格 其實大家其實都挺喜歡 雖然說有的 我們很多人包括中國 很多的大國都和美國有分歧 但是對特朗普這個個人的性格 比較性情中人 比較直爽 這些相對來說在政治家裡邊 因為他過去不是搞政治的 所以其實大家還是比較喜歡 他的個人性格的 包括他太太也是比較低調 好 那麼這樣的一些一對夫婦 這個染病 那我們大家都對他表示慰問 這是很正常的一個事情 尤其是我非常高度的讚賞 習近平主席夫婦 我特別要強調 因為其他的這個國家元首和領導人 幾乎都不是以夫婦的名義 而習近平主席是以夫婦的名義 向他們夫婦表示慰問 這種慰問就具有一種特殊的 既具有一種人道主義的 人性主義的這樣一個色彩 又具有我們中國文明的特色 就是因為兩邊 大家都是以夫婦的方式互訪 而且互相接待 而且都有著很好的一些互動 這個時候大家就必然要談到這個問題 就是他剛剛病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在中國國內很多朋友說 說特朗普說他這個是什麼 這個防疫特別不利是失敗 這些我後面我都會講到 吸取教訓 美國人 中國人 我們全世界和平人類 大家也不僅和平人類了 所有的我們人類都應該吸取教訓 但是在他染病的時候 那麼中國政府 中國人民 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咱們的國家元首 是以這樣的一個態度來對他表示慰問 對美國人民表示慰問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這樣一個舉動 而且這個舉動我覺得 這不僅是體現了我們中美之間 即使有別扭 有分歧 我們也是人類內部的矛盾 我們和病毒之間的關係 和我們之間的矛盾是不可比的 病毒是人類公敵 也是中美兩國人民 兩國政治家的公敵 我們共同面對它的這種襲擊和傷害 我們都要共同戰勝它 這是我們的共同利益 也是我們的公約術 這個慰問 習近平主席夫婦的這個慰問 就體現了這一點 我覺得非常的有價值 非常具有這種人道主義的 人性主義和人類共同體的 這樣的一種價值 那麼第二個就是它體現了 中國的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中國人 中國文明過去歷史上也都是這樣 中國有一個最簡單的話 就是要有側隱之心 要與人為善 大家都是這樣講的 而且我覺得我們現在 就新中國成立之後 我們過去在打仗的時候 對俘虜都是優待俘虜 他要有病 有的時候我們在前線的時候 說抓了俘虜 俘虜病了 先優先 先治療俘虜 這樣的情況 這種例子 所以有些俘虜 後來成了解放軍的一部分 後來成了解放軍的高級將領 甚至於抓他的那個解放軍的戰士 成了他的下級 這種事情 在中國的這個部隊裡邊 軍隊裡邊 在中國人民中間覺得是一種常識 現在已經成了中國 新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那麼更何況我們今天 來對待一個和我們有這麼多的合作 儘管我們有分歧 中美有分歧 那麼在這樣一個合作的 最主要的兩個合作大國 而且我們共同對世界的和平發展 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時候 那麼在這樣一個疫情壓力下 他的第一把手 總統夫婦同時染病 我們做這樣的慰問 特別體現了一個中國特有的 這樣一種特色 那麼第三個我覺得 它也是體現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光芒 就是今天我們的這個時代 無論什麼人 無論是多麼合不來的 這樣的一些對手 甚至於我們認為是敵人 它也不是當年在冷戰那個階段 或者熱戰的階段 那樣一個戰爭的時代 大家之間真的就是一種你死我活 說實話 即使是你死我活的時候 一旦出現有紅十字會的這個標誌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有這個感覺 大家都要優待 要善待這些受傷的傷病者 大家都應該採取這樣一個態度 更何況我們今天這樣一個和平發展的時代 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們不是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嗎 對不對 那麼我們今天用這樣的態度 來對待我們最大的合作夥伴 同時也是最大的競爭對手 也可以這樣講 其實我們中國並不這麼認為 美國是這樣定位 也沒關係 這個朋友之間總有一個磨合 兩個大國也有個長期磨合的過程 這都沒有問題 在這個時候做這個慰問 我覺得體現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 當年毛澤東主席在延安講了一句話 就是在為人民服務張斯德去世的時候 犧牲的時候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今後我們這個隊伍裡邊 無論死了誰 我們都要給他開個追悼會 來大家一起來紀念他 他有什麼缺點 過去他有什麼毛病 我們都應該在這個時候死者為大 我們都應該要照顧他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寄託哀思 現在並不是一個誰去世 而是誰得病 誰染病 染這個病是大家都非常的覺得 是有點可怕 而且傳染性很強 是我們大家共同敵人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採取這樣一個態度 用一種與人為善的態度 儘管我們有分歧 特朗普也說了一些 做了一些我們大家不願意看到的 很負面的一些言行 但是在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們中國的國家主席和夫人 共同表現了這樣的一個態度 慰問的態度 同情的態度 而且對美國人民也是這樣一個 非常善意的這樣一個表示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需要 也是時代的特征 我講到了這個之後 我就想還是具體講 這正好說明了 就是中美之間我們還是朋友 還是合作 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我們有一千條理由要合作 沒有一條理由不合作 有人包括美國的一些政要 他們鼓吹什麼新冷戰也好 脫鉤也好 對抗也好 這些第一不是中美關係的事實 第二也不是中美關係的未來 第三更不是中美人民的利益和意願所在 我必須要在這個時候尤其要強調這一點 而習近平主席這個慰問店就說明了這一點 而且證實至少在我們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這一邊 我們是這個態度 那麼美國那邊呢 我相信美國人民也好 美國的政府的一些有良知的 有見識的 有智慧的 這樣的這些政治家們 也會遲早都會認識到這一點 那麼在這個時候我就想說呢 我們能不能夠把今天這樣一個 習主席夫婦發慰問店的這樣一個 非常正面的這樣的一個進展呢 這個舉措把它作為一個機會 使得中美之間前一段 別別妞妞的從貿易糾紛 然後到後來疫情 美國那邊甩鍋又選舉 現在又是白熱化 又特朗普總統夫婦又染病 在這樣一個非常複雜 多變嚴峻的局面裡面 我覺得呢 我們中美 我覺得可以 這也叫逆操作嘛 我們朝著逆向 有沒有可能抓住這個機遇呢 向著一個緩和中美關係 強化中美合作 尋找中美緩和關係的新機遇 朝著這個方向去做一些努力呢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我覺得有三個抓手啊 第一個呢 就是能不能夠 把這一次習近平主席夫婦的慰問 作為我們中國政府 中國人民的一個整體對美方針 對美的一個緩和關係的 這麼一個起點啊來把握 這是個新起點啊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針對美國目前的情況 美國現在的困難 美國現在遇到的這種 可以說是很尷尬啊 一個窘境啊 一個非常的這麼一個麻煩的一個局面 而中國相對來說 我們處在一個相對比較順利 相對的來說 疫情控制的也比較得體 也比較的有餘地啊 有餘力 無論是今後的疫苗 還是在經貿的這個復工復產 經貿發展 還是在整個抗疫的一些經驗教訓的總結等等 這些方面呢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和美國之間呢 以這次的慰問作為起點 先做出一個最高層的 在感情上的一個溝通 然後呢第二步 就是我們在結合抗疫的 剛才說的這些具體的這些環節 能不能夠組織一個 中美抗疫方面的一個專題的合作機制 馬上啟動起來 馬上針對這樣的情況 比如說高層的這些政治家 大家又要出面 要去組織整個全國 美國現在疫情經貿各方面工作 這麼繁重的時候 那麼我們中國當年 在武漢我們是怎麼做的 我們可以跟他們一起討論 提供給他們借鑒 同時我們也跟他們共同 朋友就是要同關共苦嘛 對不對 那麼現在是他們那邊 困難比較大的時候 而中國我們這邊正好相對來說 我們這時候有些力量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他討論 當年二戰的時候 美國也曾經支持過我們 對不對 今天我們講這個話 好像是70多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我們做朋友 不就是要這樣子嗎 那麼抓住這個機會 緩和中美關係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而且能夠爭取在復工復產 因為美國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 大家都對於整個的就業 和整個的經貿關係 經貿環節上的這樣一個恢復 大家都非常的緊迫 有這種壓力感 這個時候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復工復產 而且可能成為今年唯一的一個 經濟能夠恢復到 DTP能夠恢復到正增長的一個大國 在這個時候我們和美國政府 又是最大的貿易夥伴 能不能夠在這時候我們 以我們這個長和現在美國的所需 相互相之間的能夠協調 能夠採取一些合作的一些姿態 這樣呢推動中美關係 比前一段時間略有緩和 可能也是目前的這個局面 我認為呢是一個正面的 可能爭取的發展 希望能夠逐步的合拍 好 我們下一節繼續來關注一下 美國疫情的發展 究竟帶來怎樣的歧視一會見 好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我們來關注一下 美國疫情的蔓延 當然現在已經蔓延到 最高領導人 美國總統特朗普 這究竟說明美國疫情 有怎樣的一些問題 我們繼續請出 更新先生做進一步的分析 更新先生如何來看 目前特朗普確診 當然這是美國疫情 沒有控制住的 它是一個也是一個典型的一個教材了 這次特朗普夫婦染病 其實說實話第一時間 我就在網上 我就表達了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我覺得我真的是心裡邊 其實我是一個很負面的一種感覺 就是因為中美關係太緊密了 我們每一個事情上 幾乎都有著一種一損俱損 一榮俱榮的這樣的一種相互 這種互動的關係 他們發生這麼大的疫情 而且現在你看 現在750多萬 760萬的這樣的染病 而且每天還在以四五萬的新增病例 這樣向前發展 是吧 這個死亡的病例已經達到了21萬 這麼一個情況 整個在世界的整體的這個疫情當中 都占到了五分之一左右的這麼一個比例 它是世界經濟的一個最大的領頭樣 我們是第二大 但是從整體來說 必須要說 美國對於世界經濟的引領 和對於世界和平穩定所發揮的作用 比中國要大 這是肯定的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作為第二大國 我們怎麼樣來發揮作用 而且這個裡邊有一個特別重要的點 就是讓特朗普夫婦 他們染病 他們付出了這個代價 說實話 我一直我認為 它有什麼缺點 我們也要總結 同時它付出了代價 我們對它表示同情的過程中 我們也是一個學習和反思的過程 咱們中國人講吃一欠長一智 這種話在世界各國的諺語當中都有 就是有的時候失敗是成功之母 那麼現在我們出現了一個失敗 世界上最強最大國家的 最強最大的第一領導人夫婦都染病 就告訴我們人類在面對疫情 有人說這是美國的失敗 其實這是我們人類的共同的失敗 我們沒有能夠保護好最主要的這些領導人 當時英國約翰遜首相和查理斯王子得病的時候 我就說過 我說這是我們人類的一個失敗 像英國這麼好的一個發展水平的發達國家 跟我們中國關係也很好 合作關係也很多 它的最高領導人染病 這個時候我們怎麼樣來 從中間吸取一些共同的教訓 當天英國女王就說了一句話 她的兒子也得病了 首相也得病 她就必須要站出來 這位老人家呢 當時她給整個的 給她的孩子 給她的這個國民 講了三句話 第一句呢 就是我們要自律一點 在疫情面前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要沉著一點 也不要那麼驚慌失措 第三呢 我們要和善一點 與人為善 來團結大家啊 不要呢 再去製造一些新的糾紛和麻煩 就沒必要了 如果過去有一些革合啊 爭執啊 可以擱置 以後再說 不著急嘛 對不對 我覺得這三句話 我當天我就把這三句話 我就在幾個節目 我都不斷地重複 我認為呢 中國人我們有一句話 北京人尤其說啊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我當時我把這句話一併 和這位老人家的話一起 我就先送給了 美國政府的主要領導人 當然包括特朗普總統 我說這個時候 我們所有的各國的政治家 當家人啊 先要特別是主要大國的當家人 都要記住 任何權力的 或者是道德的 或者是性格的那種任性 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而且越是大國的領導人 比如美國這樣的第一大國 你作為一個第一當家人 或者是主要當家人 這個時候 是不是應該稍微地 約束一點自己呢 是不是應該自律一點呢 對不對 是不是應該稍微地 沉著一點 和善一點呢 就像英國女王所講的這樣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這個裡邊其實概括起來 是兩句話 用我們中國人 經常習慣用的這個概念啊 第一句話呢 叫實事求是 第二句話叫敬畏之心 什麼叫實事求是 就是說遇到一個疫情 遇到一個我們沒有過去 沒有見過的一個敵人啊 這個敵人是對我們所有人類 他都是個公敵 而且是非典型的 非傳統的 是我們過去沒見過的 沒有經驗 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辦 就是要實事求是 從實際出發 而不要從過去的經驗 或者從自己的那個 主觀的意想去出發 這都是會碰釘子的 美國的情況其實就是一個 很典型的一個教訓啊 我們中國當年在武漢的時候 也遇到過這樣的教訓 所以我說中美是利益攸關者 而且是我們真的是息息相關 我們都是曾經受到了疫情 或者說正在受到疫情的 極大的這種傷害 中國現在雖然疫情基本清零 但是中國由於疫情造成 中國不能夠全面的復工復產 不能全面的恢復正常生活 我們也在受害啊 咱們是一體的 是一家人 是難兄難弟 全世界各國都是如此 所以我希望呢 美國的朋友 包括我們所有人 我們中國人也是一樣啊 從特朗普夫婦染病這件事情呢 他們吃一切 我們要大家共同長一智 而首先要長一智的 我覺得是美國政府的 這些主要團隊的主要官員 主流團隊的主要官員 比如說啊 我說一個例子 實事求是就是今天 比如說特朗普夫婦的病情怎麼樣 美國政府準備怎麼樣來應對這個局面 自己國內的這種政治局面 選舉的局面 以及對外關係 因為美國是世界大國 啊 那麼整個的這樣一個局面 準備怎麼樣對應 不隱瞞病情 也不隱瞞自己的正情 也不隱瞞自己的觀點 把自己的現在的想法 非常的啊 及時準確 實事求是的 不僅自己說出來 告訴大家 而且自己要面對現實 從實際出發的 務實的去找到自己合適 整個啊 合適我們對我們大家都合適的 這樣一種政策選擇 這是實事求是 敬畏之心是指什麼 就是有一些東西呢 我們可能還看不清楚 或者我們有時候覺得呢 只是隱隱約約感覺到的東西 還沒有能夠理解認識它的時候 我們要有敬畏之心 對自然 對於疾病 對於病毒 對於一些法律規則 乃至我們的一些人類相互啊 接人待物的常識規範 都要有這種敬畏之心 而不要呢 過於任性 過於的不在乎 病有什麼了不起 它不會清晰我 我就是不戴口罩 結果最後大家都會受難 大家就會嘗到這個苦頭 所以我說這兩條呢 給大家呢 我們共勉啊 其實我們中國人 遇到這樣的事情 還少嗎 對不對 世界各國 遇到這樣的事情 難道少嗎 我們人類就是在這樣 不斷的在 是不是實事求是 是不是有敬畏之心的 在這樣的磨練當中 逐漸地成熟起來 特朗普夫婦 為我們付出了代價 他們吃一切 我們全世界人民 美國的人民 和特別是美國的政治家 我們就長一致 比如說最近 蓬佩奧要到日本去 所謂的四國的安全的會議 外長要見面 我其實就奉勸他 可以呢 及時地調整一下日程 你晚幾天去也沒關係嘛 對不對 現在呢 美國政府這邊已經天天 今天所有的日本 這個世界各國的報紙 都在把那天的那個開會 比如說提名大法官那天的會議 以及競選啊 那個辯論的會 大家怎麼做的 誰挨著誰 誰患病 誰沒有患病 那肯定都是密切接觸者嘛 絕大多數都沒有戴口罩 在這個時候 雖然蓬佩奧這兩天並不在 但是 是不是也應該 以同樣的同理心 來吸取教訓呢 能夠有敬畏之心呢 能夠有實事求是態度呢 我覺得啊 供大家參考 那麼最後我覺得 這次的抗議 對所有人 對美國人 尤其是這樣啊 因為教訓更多一點 付出代價更大一點 交的學費夠多了 我們把它作為一個 我其實在幾個月前 我就說我說抗議 對我們整個人類 是一個大學校 我們交了學費 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是穴的代價 也是我們的面子 在裡邊 我們過去的那種啊 引以為傲的很多東西 在這次的疫情面前 也被打得呢 落花流水啊 這個丟盔卸假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總結這個教訓 沒有關係 人類就是在這過程中 越是這樣的 被這個負面的衝擊 受到傷害的時候 我們可能 越是一個總結經驗 反思 然後有自律 有自省 逐漸的自強的 這麼一個過程 那麼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學習很多的經驗 比如說發展的同時 發展是硬道理 那麼安全 環保啊 說到環保 就涉及到美國 退出巴黎協定了 對不對 這一說你看 都是有關係的啊 環保 那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呢 對不對 我們的衛生 清潔 公共衛生設施的建設 也是硬道理 我們的價值觀裡邊 也要注意到 這樣的一些調整 一些變化啊 我們面對百年不遇大變局 也是百年不遇的一個疫情 在這種情況下 人類要挺直腰桿 我們只有面對它 只有戰勝它 只有這一條路 沒有別的出路 這就是我今天 面對啊 這個特朗普夫婦染病 首先祝福他 他們兩位能夠啊 夫婦包括其他的 這些人 也包括我們整個全世界 所有染病的朋友們 都能盡快康復 同時我們也能夠 在這個過程中 吃一切 長一智 從今天 從眼下做起 來使得我們克服困難 走向光明 好 謝謝更新先生的分析點評 也感謝各位收看 今天的新聞今日談 再會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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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